今天我们介绍β类型胺类 还有其他的一些作用细胞币的抗菌药物 β类型胺类在整个抗生素中 应该说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章节 它既是抗生素最先问世的 一类抗生素就是它的减性代表气媒素 同时也是在目前发展进展最快的 也是最重要的抗生素一类 我们看一下首先β类型胺类抗生素 分这样一些内容 看上去比较庞杂 任何一个事物就是刚开始看上去 就会很大 等到我们走进去的时候 最后我们会用很简短的一段就可以开阔这一类 所以这个书刚开始是厚 读到最后应该是越读越薄 因为最终的要点和精华 应该能够被我们最终抓住它 还有第二类是唐太类 唐太类还有其他的一些达脱媒素 零媒素 像这类呢 之所以把它归到这一大类里面 是因为它们有共同的作用的把位 就是作用在细胞壁上 好 首先我们看β类型胺类中的第一大类 七媒素类 七媒素类 首先β类型胺类 是它们都有共同的化学结构 一个β类型胺 这个环如果一旦被解开 抗生素的抗菌活性就会顿时的消失 这也是目前最类药物之所以滥药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有大量的细菌 可以产生各种β类型胺 β类型胺 就是可以使这个环打开 然后使得细菌 使得这个质类要丧失活性 那么作用在七媒素类的β类型胺 也就是七媒素酶 那么它可以特意地对七媒素的β类型胺 产生作用 那么当然还有一些更广谱的 甚至叫超广谱的β类型胺 那就是对所有的这种β类型胺 都可以产生作用 七媒素的 头包菌素的 还有其他的这些β类型胺 全部都能被它打开 那就叫超广谱的 如果是比较窄谱的 比如说七媒素酶就比较窄谱 它只针对七媒素分子中的β类型胺 来产生作用 那么一个塞子胺 这个β类型胺加起来 这是它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化学结构 叫做六氨基青媒丸酸 六氨基青媒丸酸 六氨基青媒丸酸 是所有这类 七媒素类药物的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化学结构 但是它的抗菌的核心的部分 基本结构是一个β类型胺 好 那么至于这个它降结以后 变成青媒塞座酸 青媒塞座 那么皮膜塞座酸 这类化合物是具有抗原性的 当然 青媒素本身具有抗原性 它的降结藏物也具有抗原性 这就导致了这类药物 最主要的一类不良反应 就是它能够产生国民反应 国民反应 所以这也与它的化学结构相关 有它的一些代谢产物也具有抗原性 本身也是具有抗原性的 它们都可以作为半抗原分子 直接和体内的蛋白质结合以后 刺激抗体产生 可以诱发 素化型 就是异性的变态反应 好 首先我们讲天然青媒素 就是第一个问世的青媒素分子 那么青媒素基 又叫变青媒素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化学结构 从抗菌谱来说 它是窄谱的 我们先大致看一下 它的药动学的一些特性 青媒素基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抗原素 所以我们要对它的各方面的特性 要有一个比较基本的掌握 其他的药物 基本上是在和青媒素基进行相互比较的时候 来确认它们的一些特性的 首先这里药物是不稳定的 所以一般都要放在冰箱里保存 不耐热 同时它们也不耐酸 不耐酸的意味着 口服下去在胃里面就破坏掉了 所以只能注射给药 这类药物 这应该说这是它的不利的一方面 青媒素一旦要用到青媒素必须注射 不能吃 口服无效 口服无效 由于它不稳定 也不能够把它做成水增剂 放在那儿 因为在水中它很容易就降解掉了 所以一定是要现用现配的 临时配置的 注射用水临时配置 如果你长时间存放在 因为有时候医院里面 有的医生会 或者护士 因为打青媒素的人很多 他就会一下子配很多 配了很多 百分之后有时候没有用完的 还要放 又不愿意扔掉 就会放到第二天 那么像这样的 就是严重的违规了 这么长时间的存放在那个地方 里面都降解了 抗菌活性下降 不明反应发生率上升高 所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 那么我们看一般的刺激 轻度的感染 我们用肌肉注射 如果是严重感染 要用静脉素素 用静脉素素的办法 给药 但是由于 清脉素我们看 它的半衰期很短 只有30分钟 30分钟 两三个小时就没有了 而这里药我们前面讲了 它是一个时间依赖性的抗生素 β-L-S 都是时间依赖性的 就是你瞬间 把浓度提的再高 它的抗菌活性不会再进一步增加 而只需要维持在 4到5倍 这个MIC 最小一斤浓度 然后时间越长 它的效果越好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我们有时候呢 就是不是 特别是一些慢性的感染 长时间的 比如说没毒 像这种一般要治疗 一个月 几个月的这种时间 要来治疗的话 天天这个输注有时候 或者注射是不方便的 所以就会发展一些长效之剂 所以用一些预防感染 或者是慢性感染 用普洛卡因 用普洛卡因 氢蔑素 普洛卡因氢蔑素 这个呢是慢效之剂 那么当然还可以用油剂 就变性氢蔑素 这个呢一次可以维持 两个星期 维持半个月 维持半个月 所以这叫长效 好 我们看看氢蔑素的 一个药动学特性 取决于这个药物本身的 一个理化特性 就是它的理化特性 它是一个弱酸 弱酸 你看它形成的盐 氢蔑素基钠 氢蔑素基钾 钠盐和钾盐 钾盐的这个得率要高一些 所以要便宜一点 但是钾盐对 局部的刺激性更强 因为钾离子嘛 本身就是一种自通物质 所以基钠 刺激性要小一点 刺激性小一点 那么 既然是一个弱酸药 在生理的PH下面 成解离状态 所以它的滋容性 离子化程度越高 滋容性越低 急性越高 因此它注射以后 主要是分布在 全身的细胞外也 这个很容易理解 对不对 因为细胞内和细胞外 它的PH一个特性是 细胞内相对偏酸 细胞外相对偏减 如果一个弱酸药 那当然它就很容易在细胞外 不容易进入到细胞内 反过来 如果是减性的 弱减性药物 容易进入到细胞内 这个我们在 刚开始 也是我来介绍的 就是PH的这个 影响药物的分布的时候 我做过这样的介绍 所以清米素肌 就是一个典型的弱酸药 同样由于这样一个原因 虽然它在全身各数 都有广泛的分布 但基本上都在细胞外 如果要对一些特殊的部位 进行分布的话 那么它就 呈现明显的屏障 比如说 血脑屏障 对清米素肌 具有明显的阻挡 因为它很难跨越 这个生物膜 血脑屏障 所以在一般的情况下 清米素肌在进入老街的浓度是很低的 达不到有效的抗菌浓度 还有我们的防水 就是眼部 也很难透进去 所以眼部的感染 这些都很难达到抗菌浓度的 但是在老膜炎的时候 因为老膜炎的时候 这个血管扩张 局部的通透性有所增加 有些炎性因子的情况下 血管扩张 局部的间隙会稍微增大一点 所以它的通透性增大以后 可以在老街中达到有效浓度 只是它的透过率 会比平时要略高一点 这样可以让它达到有效浓度 这一条很重要 很重要 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分布的话 那么老膜炎的时候 是不应该选择它的 尽管它有效 在体外测量有效 但是体内它达不到 到达病电部的浓度不够 但是好在这个当真正有炎症的时候 它的透过率会增加 会勉强达到 我们这种也不是很高 这要求我们在治疗老妹的时候 一定要用大剂量 因为它本身的透过率不高嘛 所以要使用比一般的感染 更大的一个剂量 才能够保证老接种 有足够的药浓度 它的排泄 期末素因为急性 不太容易进入到细胞类 同样它也不容易进入到干细胞类 所以在一些主要的代谢细胞 它都不容易进去 这也就决定了 这个药主要是 这个圆形排泄 它主要是圆形经过肾小管 经过肾小管也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过滤 一个是主动分泌 那么期末素主要以主动分泌的方式 换句话它用棒 把它从一侧转移到另外一侧 靠它自己单纯的扩散 通过滤过的用方式 这个比较少 只占10% 90%的药物是通过主动分泌排泄的 这一点也很重要 因为我们知道在圣形管中 有两种离子转移的通道 一个是阳离子转移在地 一个是阴离子分泌通道 阴离子的分泌 这个转移在地 那么期末素基是通过阴离子 通过阴离子分泌通道来排泄的 所以它的排泄速度很快 每分钟 它的伴障只有30分钟 那么这是一个常常考试的知识点 就是禀黄书加上期末素以后 对期末素的影响 禀黄书对期末素 都是通过阴离子通道排泄的 所以它能够在这个通道上相互竞争 抑制期末素的排泄 所以可以延长期末素的浓度 这个在以前我们 一些严重的感染 特别是老末炎 我们想延长它 提高它的血压浓度 延长它的时间的时候 可以合用禀黄书 这是一种有力的相互作用 利用药物的相互作用 这是有力的相互作用 但是现在实际上你到临床去看 这种合用实际上很少见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你加入了一个药物以后 禀黄书本身也有它的不良反应 而现在清霉素是比较廉价的 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们一般不再采用这种 连用一个药物的方法 来提高它的体内的浓度的方法 是比较少用的 好 清霉素的抗菌谱 我们说它是窄谱的 是一个繁殖期的杀菌剂 因为它是干扰细胞壁 细胞壁是在细菌在繁殖期 才会大量的合成细胞壁 然后分裂一分二二 所以它繁殖期 对于禁止期不合成细胞壁的 这样的细菌 显然它是不敏感的 它的抗菌谱填四个控 格莱斯阳性菌 包括阳性囚军 阳性杆菌 我们把它归类为格莱斯阳性菌 格莱斯阴性囚军 第二个 对杆菌无效 只对格莱斯阴性囚军有效 第三 螺旋体 钩端螺旋体 霉毒螺旋体 还有回归热螺旋体 总之对这些螺旋 治病螺旋体都是有效的 还有放线军兵 这是它的四大抗菌谱塑的 四大基本的组成要素 对格莱斯阴性杆菌不敏感 主要是这两种细菌的细 细胞壁的构成是不一样的 我们后面会介绍 对其他的这些都是无效的 所以我们记住前面这四个 它的窄谱 具体来看一下 让把它再扩展到一些细菌上面 这个就需要有微生物的相关的一些知识 你比如说常见的一些格莱斯阳性菌的 这个致病菌 球菌 熔链菌 主要是引起我们的烟扁桃体 中耳炎 蜂窝脂炎 这是熔血性烈球菌 草链菌 最主要的是引起细菌性 心热膜炎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感染 草律生链菌 平常在我们的鼻炎部就正常就寄生 在这边就有 但是一旦机体抵抗力下降 或发生血缘性的感染 就容易发生心热膜炎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拔牙的时候 比如说拔牙 如果这个人又有风心病 半膜又有疾病的时候 非常容易激发内膜感染 所以这样的人如果拔牙齿 你有先心病 有风心病 给你拔牙齿的时候 都会预防性的使用一下气面素 一般的人不需要 但是如果这个半膜本身有病变的人 拔牙齿 就是为了预防 炒力出的链球菌 引起的心烈膜炎 还有肺炎 球菌 下面这都是一些杆菌了 产气加冒杆菌 碳菊杆菌 这个可以引起气性坏菌 碳菌病 还有这两种是可以产生 外毒素的杆菌 格兰斯阳性杆菌 白猴和破伤风 这是非常 所以仅仅 气面素可以杀面这两种杆菌 可以杀面这两种格兰斯阳性杆菌 但是对它已经产生的外毒素 是没有综合作用的 所以你要迅速地控制症状的话 那么必须同时使用抗毒素 用抗体 抗毒血清 所以破伤风 这个感染 比如说 担心你得了 这个有破伤风感染的话 除了使用气面素 还要使用破伤风的抗毒血清 这个同时使用 所以这就是 格兰斯阳性菌 是它的最主要的 一个作用的 一类细菌 包括球菌和杆菌 对于格兰斯阴性的 主要是球菌 对杆菌是无效的 我们讲两个最著名的 格兰斯阴性球菌 一个是老默炎双球菌 还有灵病 灵球菌 这都是引起性病的 那么放线菌 主要是引起放线菌病 这个不是很常见 螺旋体 这里面很著名的一个螺旋体 就是梅毒 螺旋体 所以一些性病 灵病也好 还是梅毒也好 这些性病感染 都是对气面素敏感的 都是气面素敏感的 好 我们介绍了抗菌皮肤 为什么重要呢 因为凡是对 青梅素敏感的感染 在临床上 一般都会 首先首选青梅素 所以一个病人 如果他感染的是 青梅素敏感的话 那么选用青梅素 第一 杀菌效果很强 因为后面 我们也开发了很多的 抗格兰斯阳性菌的一些药物 但是就抗菌活力而言 如果这个细菌 同时也对青梅素敏感的话 这些半合成的也好 还是后面开发的 其他的抗菌 从效率来说 都不及气面素 所以有时候 这个天然的 上帝合成的药物 看来在效率上 还是有它的优势的 只要是对它敏感的 都是气面素强 所以它都会另外来 叫首选 first choice 首先 第二它便宜 廉价 又安全 只要你不过敏的话 它的剂量 可以从几十万单位 到上千万单位 巨大的一个 治疗的一个浓度范围 所以没有什么毒副作用的 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很轻嘛 就是说 所以它安全 廉价 高效 这么多原因 所以基本上我们都会 优先选择 这个气面素感染 气面素来治疗感染 首先呢 这是常常的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些 抗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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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牛脑 牛脑的预防 那么因为 它的脑中的浓度不高 预防又不可能采用很大的剂量 成本太高了 所以预防我们用SD SD为什么用于 牛脑预防 因为它的血浆蛋白结合率低 脑结中的浓度高 那么 预防心理膜炎 刚才我们讲了 尤其是拔牙齿的时候 这里方有很多的草率 是练血菌的这个机身 如果你口腔 又有创面的话 又有新伴末病的人 高风险的人 拔牙 我们会使用 这个 那么这个地方再强调一下 白猴和破山峰 仅用 轻眉素是不够的 必须同时使用抗毒血清 这是在 凝床应用上的几个注意点 好 这是进一步对它的把分子 这个 氢梅素的把点 是氢梅素结合蛋白 PBPS 这是一组蛋白质 氢梅素结合蛋白 那么它是具有转钛酶活性的 转钛酶活性 就是在细胞 在这个格兰斯阳性菌内 抑制了这个转钛酶 就是使了钛链交叉连接 编织成最外面的一层网 就是这个粘钛 粘钛币 细胞币的基本的一个构成 如果转钛酶被移植了以后 这个就不能够发生交叉反应 交叉反应被移植了以后 这个会形成包币的确损 而格兰斯 敏感细菌 渗透压都很高的 细胞类是高升状态 没有包币的这个保护的话 很容易就出现肿胀 细胞外液的水就可以渗透进来 造成菌体的肿胀最后破裂 那么为什么这类药物低毒呢 因为人 哺乳动物和 还有真菌 它都没有相应的细胞币 所以不存在 前面树的作用的把点 哺乳动物是没有细胞币的 真菌 它的细胞币的构成 也跟它完全不一样 所以对真菌 肯定是无效的 对人类也不存在相应的作用的把点 因为哺乳动物的细胞没有 繁殖器杀进剂我们刚才讲了 只有处于繁殖器的才会合成 这是它的一个转态反应 我们就 这是它的细节 为什么对格兰斯阳性菌 敏感 这是因为格兰斯阳性菌 它的最外面一层 就是大量的 交叉连接的 如果它已经合成好了 大家想想 已经就是静子气的细胞 外面的B已经合成好了 那这药物要穿透这么一层 最多的时候可以达到50层 50层的这种分子的重重 当然就比较难了 所以这个静子气的细菌 对切面素不敏感 但是如果你正在合成的时候 外面还没有来的 你一分二二 这里有个巨大的断面 正好一分二二的时候 这个药物就很容易 直接接触到 这个菌体膜上面的 切面素结合蛋白 这就是它的作用的把点 作用的把点 所以它对 繁殖器的细菌高度敏感 只要是作用在这个地方 你上面的这个 这个细胞壁还没有来得及合成 你的这个把点很快就暴露在这个膜上面 所以它结合了以后 阻止了这个厚厚的这一层的合成 那么显然这样的细菌 外面没有盔甲保护 就容易出现破裂肿胀 但是格兰斯阴性菌 我们大家看一下 格兰斯阴菌 首先它的粘态本身就不是 不是很厚 只有一两层 两层的这个分子 这也是它的这个把 这是它的这个 切面素结合蛋白 也就是在这个膜上 注意 格兰斯阴菌 之所以不敏感的 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在粘态的外面 还有一层外膜 这个外膜是指质双层的 指质双层 我们说对格兰斯 对切面素的这种分子 极性的这种分子 很难透过它 所以它很难进入到这个里面来 这就是格兰斯阴菌 对它不敏感 不敏感 那么少量透进来的话 这边还有一些 这个贝塔类下酶 在这地方等着它呢 所以很多的这个 格兰斯阴性杆菌 不敏感 除非在临床有时候 搞用几千万的 很大剂量的 那就是远远远高于它的 这个MIC的 要用很高的这个剂量 才能达到MIC 它不敏感 所以最主要的是 在结构上面 抗菌作用的机制 我们这个 细菌为什么发生抗菌 这个抑制变合成 这个刚才讲过了 我们看看耐药性 耐药性的最主要的 一个耐药性产生的机制 就是贝塔类下酶 如果一个细菌 能够产生贝塔类下酶 把它的这个贝塔类下酶 给它断开 打开以后 那么就丧失了抗菌活性 当然还有些其他的 比如说靶胃的改变 靶胃的改变 那么我们知道 一个耐药明星 叫MRSA 耐加氧心理金浦菌 主要是它的这个靶胃 它可以产生一些 氢核力 对氢核素分子 氢核力极度下降的 很低的 这样的靶胃 那么叫做 P 氢胃素结合蛋白 2α 它对氢核素分子的 氢核力很低 所以你很难 跟它结合上去 靶胃改变了 还有就是 不能够穿透 不能够穿透 比如说 格兰斯阴性菌 为什么很多的阴性菌 对它敏感性低 就是它外面有一层 子质双层 子质双层 分子很难透过它 所以对氢核素的 耐药机制 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类 被它内一下酶 靶胃的改变 也是一些广埔 就是超级细菌 他们对这类药物 耐药的一个 主要的原因 它的靶胃发生了变化 还有一些 天然耐药的一些 格兰斯阴性菌 为什么对它不敏感 因为它很难透过它 好 不难反应 首先我们说一下 氢核素 如果没有过敏反应的话 它是很安全的 因为从靶点上来说 哺乳动物细胞没有细胞B 当然它也不存在 氢核素结合蛋白 所以从激励上 它不存在它的作用的靶点 但是有一些 比如说氢核素肌甲肌钠 这个注射的时候都会 尤其是肌甲 注射之后疼痛 局部的刺激性很强 局部刺激性很强 尤其是这个药物用了很多 所以很多人 尤其是刚开始的这个护士 都会比较害怕 注射氢核素肌甲 因为打在这个臀部肌肉 注射得不好 打在作骨神经上面 一般的药打在作骨神经上面 就麻一下子 但是氢核素肌甲 如果它可以去激化的 对局部的神经损伤比较大 所以有时候会引起 作骨神经的损伤 这个注射得不好 所以再一个就是局部的疼痛 非常厉害 甲炎 所以有时候给小孩子 我们用纳炎 纳炎的刺激性要低一点 同时大量的气脉输注 对不对 我们一般输的是氢核素肌 你不会想到 这边其实如果你输的是甲炎的话 要当心 因为大量的 如果你输出量很大的话 大量的甲松细会引起高血甲症 这也是很多临床医生不太注意的 我输的是氢核素肌甲 但是你在补甲的时候 要把这边的甲要算在里面 否则会引起高血甲症 也会导致病人死亡 所以用药的时候 即行的选择 你也要当心 高血甲 特别是少尿和无尿的人 他本身排甲减少了 你还跟他外缘性的不那么多夹进去 就会出现这种情况 好 这个是只要你注意 就不会出现问题的 过敏反应是轻的 药诊了 蕁麻诊了 伯通性皮炎 这算是比较轻的 伯通性皮炎发生率不高 那么不像一些抗癫性药物 氢核素皮疹药疹 这个是不重要 就是它稍微有一点 也不会引起 不会干扰它的治疗 但是氢核素最严重的过敏反应 是会引起过敏性休克 那么每年用氢核素 导致死亡的 基本上都是这个原因 就是过敏性休克 有人说这这么多 我们应该有办法来对付它 对 虽然我们有了一些 大大的降低了 但是还是每年都还有一些 不幸的一些病人会 因为过敏性休克死亡 所以每年不良反应 报告中最多的 有关抗认受伤 就是欺骗出过敏性休克死亡的 那么它的特点是 与伎量五关 与给药途径五关 各个年龄段都可以发生 它的剂量小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有时候 敏感的病人经过注射室的时候 空气中的气密素分子 从呼吸吸入一下子 就可以引起它过敏 所以里面的人注射没事 从经过一下子它倒下了 我们这个以前的 很著名的那个戴志英教授 他在讲课的时候 我们很多这个 上一系统的医生 都很有影响的 他跟我们讲过 给我们一个例子 非常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打了气密素的人 在去小便 因为他大量从料 从料液中排泄嘛 所以这个料液中就含有 这个大量的这个气密素分子 一起去小便的人 其中有一个人 跟他一起小便的 哄 倒下去了 怎么一泡料就能把他浇倒了 这个就是气密素的分子 非常非常高 所以他就非常厉害 还有的就是妈妈带着小孩子 在那边注射后 在观察室的时候 小孩子一尿尿了以后 妈妈倒下去了 所以说明这个 他的这个敏感性是很高的 那么因此对于 过敏性休克的抢救 我又要讲了 肾上腺素 而且我告诉你 主要给药的方式是 皮下和肌住 千万不要说 快一点 静脉推一针成去 静脉推一针 反而不是正确的给药途径 那不更快吗 是更快 但是他的缩用时间太短了 一过性的就完了 时常腺素在血中 很快就破坏掉了 所以真正要持续的产生效果 要么你输住 要么你就打到皮下 他说有时候警觉来不知 找不到注射针头了 把安婆打破了以后 就对着皮下搓一下子 用那个玻璃搓一下子 也赶快急救的时候 都是有效的办法 那么对于过敏性休克的对策 四个字 四字真言 第一问 这个可以避免大部分人 你过不过敏啊 你家里有没有人过敏啊 就问问有没有过敏事 你以前对药物过不过敏啊 哎呦 他有人说 对我这个过敏都不过敏 我以前 我不能用千变术 他告诉你 一句话就可以解除了 这个风险就没有了 那么不能贸然使用术 先要问 问过以后 他说没事 我还不知道 或者我以前用过千变术的 用过千变术会不会就不过敏了呢 会不会就不要做皮事了呢 问过用过千变术的人 也还要做皮事 规定就是 只要你停要三天 重新再来注射千变术的时候 都要重新做皮事 如果昨天刚打了千变术 当然不要再做了 停要三天 还有换批号要做千变术皮事 这个批号用完了 这个批号又讲了 今天作为病人要重新做皮事 因为不同的批号里面的 降解产物的这个种类和含量是不一样的 所以要重新皮事 所以做皮事 那么处方中一般开心面书的 医生都会常规的写个皮事 然后 所以这个是 第一是问 第二个是试 第三 做了皮事是阴性 还有一部分是假阴性 所以呢 还得观察 尤其是第一次注射的人 皮是阴性注射以后 不能够让病人立即离开 观察半小时 因为95%以上的人 发生过敏袭都是在半小时以内 一般都是在五分钟 你打进去 别人马上就倒入 很快 所以你观察个半小时 如果他没有问题 可以走了 当然 那还有人 这个是更少进来 为什么那些人 还是会有 不容易有人去世 那就是说 他已经打了半小时 也看过了 结果他跑去看 去坐公共汽车的时候 在公共汽车上面倒掉 那这个事情就 再送来 可能就有点来不及了 当然这样的人就很少很少了 这概率就非常低了 所以 问 皮事 观察 如果一旦发生抢救 如果 这四个步骤都实施了以后 可以最大限度的减少 泄霉素 过敏性休克的 导致的严重后果 好 还有 这个 几个 这个老病啊 不是老痛啊 泄霉素老病啊 当你采用很高的浓度的时候 甚至你直接打到这个 做梦下枪 你不是不容易透过 修脑瓶子吗 有的人就直接打了 直接做这个 像腰麻一样的 直接打到做梦下枪 在这个腰 腰椎之间 腰椎穿刺 直接打到做梦下枪里面去 那这样你这个 老疾病的浓度是高了 但是这么高的浓度 会引起 这个青梅素老病 它的发生的原理 和我们前面介绍的 秉桓心案的时候 大家我也介绍过 那 就是 奎入同类抗生素 还有后面的 头包菌素 都有这样的问题 老疾病的浓度 多高的时候 会引起 这个 神经系统的 广泛性盼 出现老病的反应 就抽搐 这种会 会被打得抽起来的 青梅素也会出现 也会出现 尤其是你用 甲盐来刺激它 浓度又高 会引起 这个 相当于 老病那样的 强制啊 抽搐啊 这个 这样一些 老病的一些症状 好 还有一个反应 是比较特殊的 叫赫氏反应 赫氏反应 赫氏反应是 治疗 比如说 霉毒 碳菊 这些疾病的时候 由于这些 格兰氏 格兰氏球菌 大量的 阳氏球菌被大量的 这个杀灭以后 还有 病原体 霉毒 特别说霉毒 大量的杀灭以后 它里面会释放出一些毒素 这个菌体 这个病原体崩解以后 一些硬蛋白质 释放出来 所以 引起非常强烈的一些反应 所以 杀灭以后的 这个死亡的这个菌体 也会引起 机体的一种 只想到免疫反应 免疫反应 那么会出现 寒沾高热 甚至看上去 病情好像加重样的 注意这是赫氏反应 所以当你发现在 注射的过程中 病人突然 本来体温还比较平稳的 所以物货反而出现 非常明显的寒沾高热 在给药的过程中 你要想到 有可能是赫氏反应 造成的 这个采用皮脂急速 常用一些药物对症治疗 就行了 不要因为这个药物 就把药物停掉 这个是一个 治疗过程中的 一个菌体有效 细菌被杀灭了 是有效 但是杀灭的过程中 出现了一种反应 好 侵蔑素是我们 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只要是敏感 都会优先选择它 又会选择它 它的抗菌补 它的腰带动力学的 特性 我们知道了 它基本上不代谢 排泄也很快 侵蔑素主动 甚至相关主动分泌的 半小时 半小时 口服也没有效果 所以通过这样 一些基本的特性 我们了解了 清美素的特性 然后是康星普四个 然后是 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们要注意 然后是不良反应 过敏性休克是最重要的 然后有个赫氏反应 是比较特殊的 还有脑病 发生率很低 因为一般的浓度 在老基中 达不到那么高的浓度 半合成的清美素 主要是针对 清美素的一些弱点 希望通过人工 来修饰天然的清美素 来优化清美素 这个天然清美素 比如说 这个 当然 它的优点 杀菌力强 那就半合成清美素 一般杀菌力 如果都敏感的话 它是赶不上天然的 所以这点没办法再优化了 它的毒性很低 这个可以继承它 价廉方便 只是它的一些优点 但是它也有缺点 不耐酸 口服没效果 必须要注射 这给药不方便 那么不耐煤 那就容易出现赖药 另外它的抗菌谱比较窄 窄谱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最主要的一类缺陷是什么呢 就是对临床上 另外一大类的感染 格兰兴 因求疾 格兰兴阴性感菌没效 因为我们在临床上最主要的两大类细菌 一类是格兰兴阳性的球菌 体表啊 呼吸道的感染都是格兴阳性的球菌 还有我们那些内部的 密尿啊 消化啊 生殖系统啊 这个都是格兰兴阴性感菌感染为主的 这是两大类细菌 那么清美素只对其中的一类 对另外一大类细菌 格兰兴阴性感菌没效果 只是它的抗菌谱上的一个主要的缺陷 好我们看看对它进行改造以后的一个主要的一些改造 通过改造的无费第一就是把它的这个侧链加一些改变 第二呢就是这个抗香 让它具有对抗贝塔类香酶的这样一些特性 首先侧链改变后有时候呢 它对酸的这个抵抗力会增强 耐酸 清美素V 这个清美素V啊 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很少用 很少用 它就是能够口服啊 单纯的一个来 就是改变了一个口服的问题 但是在其他方面没有任何优势 抗菌效力啊 抗菌 抗菌谱啊 都没有什么太大的 所以这类单独的这一个特性的改变 那么应该来说 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实用的价值 这个就有价值了 又耐酸又耐酶 这个有价值 耐酸可以口服 耐酶可以用于抗清美素的那些 耐药精普菌的感染 那耐药精普菌感染 所以有些精普菌 如果你只是耐清美素酶的话 可以用它 但是当然这里要 耐广普的这个贝塔类香酶的 这里要还是无效 那还是无效 因为它结构中有贝塔类香酶环嘛 如果你耐广普的 像我们前面说的 耐甲氧精普菌 MRSA 使用之类药物是无效的 很无效的 所以它是耐这个清美素的 精普菌感染 是可以有效的 这个呢是广普 广普呢一个氨变精靈 一个阿末精靈 这个我们是不是用了很多 那么它可以口服 又可以口服 而且它广普就是对格兰斯阴性菌 感染有效 广普就是对格兰斯阳性菌 阴性菌都有效 我们才能称的当时广普 广普 所以呢它也可以用于 消化刀啊 泌尿身子刀啊 呼吸刀啊 感染比较方便 所以这临床上使用的比较多 但是这类药物 广普但是不耐酶 这是一个考试的要点 就是说 哎这类药物 下面哪一类药物 对耐酶清美素 耐酶的感染无效 所以你看名字都一样 都是心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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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都混了啊 混了啊 那我建议你先把这个技术啊 广普的这两个 阿末心灵的用的很多吧 安便也是临床常用一类 它是不耐酶的 如果是赖清美素 赖清美素的 对清美素 如果已经赖药的 选择这类药物也无效 它不耐酶 好 抗绿荣感菌的 就抗同类甲丹包菌的 这有些名字 有缩类黄类尿类的这些名字 这就是 临床上这类感染 第一它容易耐药 第二它形成感染比较严重 绿荣感菌 特别烧伤啊 形成的感染 所以专门开发了一类 针对绿荣感菌 针对同类甲丹包菌的一些 抗菌药物 还有这个是专门针对 这个格兰森阴性感菌的 你不是这类的缺陷中 主要一类的 专门开发了一些 这个美西林和 提莫西林是对格兰森阴性感菌 有效的 这是它的一些药动学的一些特点 我们看一下 赖酶 赖酶 真正赖酶的 一个是赖酶的 还有抗 格兰森阴性感菌的 主要是针对格兰森阴性感菌的 一些贝塔利下酶 是有效的 它也可以赖酸了 它也可以口服了 就美西林是赖酸的 可以口服 在这么多中间 我想你只要知道 这一类 本座绿座 伏绿青梅素 这一类是赖酶的 还有这两个也有赖酶的 其他都不赖酶 重点介绍赖酶的问题 因为在临床上面 首先它和青梅素 是完全 过敏性上面是完全交叉的 如果你对青梅素过敏 这类药肯定是不能用 所以过敏性上是交叉的 唯一它能够弥补青梅素不足的 主要就是赖酶的问题 我觉得它优势 自己口服不口服 这个相对是次药的 相对是次药的 那么赖酶是最重要的一个特性 所以我们主要是掌握哪些赖酶 哪些不赖酶 这是重点 好 临床应用 首先虽然你赖酶 对赖酶吸磷进步菌是无效的 因为这里是一个广谱的 它是广谱的 它只能对赖青梅素酶的 一般的进步菌 赖青梅素的进步菌感染 可以用广谱的 但是真正的赖酶吸磷进步菌感染 仍然是无效 它赖不住它 再提示一遍 赖酶吸磷进步菌 是临床上目前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也是很重要的感染问题 一旦发生这样的感染 都会要上报 就是这地方剪出来 它是院内感染之首 所以乙肝 艾滋 再加上MRSA 认为是三大感染难题 其实我们这是在全球的 我们国家还有一个结合 超级结合 我们要面临四大挑战 但MRSA无疑也是非常重要的挑战之一 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后面会介绍到 有一些专门针对MRSA的 那么它的赖加氧吸磷 我们看广浦的这些它都赖了 赖性命数目的像我们刚才的 头包菌素 一般的头包菌素 它广浦的只要你含有β类像 头包菌素也含有β类像 它具有广浦的β类像 所以这些它都能够降 还有一些四环素啊 什么氨基坦干 它全部都耐咬 因此目前唯一能够控制感染的是 唐太类 就万古梅素类的 万古梅素类的 那么有时候再加上一个利浮瓶 但主要的是万古梅素可以产生 它的耐咬机制就是里面的 清美素结合蛋白的这个 把点发生的变化 变异 它产生一个低氢合理的一个 清美素结合蛋白 这个就是PBP2R法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P3E检测 把它拿出来一检测 看看你是不是 出现了它的编码 在特定的位置上 可以检出它 很容易可以知道 是不是MRSA